大家好,我叫黃子音 然後今天要介紹的是 你看我沒有使用Longbug 雖然標題是說沒有用Longbug 但其實裡面的內容還是在講Longbug的原理 然後常用註解優缺點 然後最後會講到Java 16新特性Record的使用 然後今天主要會講這一些 然後因為有18頁 然後我們趕快就開始先介紹自我介紹 我叫黃子音 然後英文名字叫妹 是現在目前就任於國泰金控的雲端技術科的Java工程師 然後我是去年4月才開始學印很多新星 然後目前的質疑也不到一年 所以還是個菜鳥工程師這樣子 所以大家就是 蠻多東西也是我在準備這個議題的時候 才有進行的一個學習的 才有學到一些東西 那大家也可以不練指教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個議題呢 主要是Josh Long那個龍之村大師呢 他今年巡迴演唱的時候 他就一直有在demo那個程式碼的部分 他就會註解然後寫Look Ma No Longbug 所以我的標題其實是超他的 但是我就會想說 他為什麼會有這種 就是會把這件事情註解出來 是基於諷刺的心態還是怎麼樣呢 所以我就想說我們自己 我自己很常使用了一個Longbug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特別飆出來 因此才去學習這個Longbug的議題 那先簡單介紹一下Longbug 想要問一下大家有在用Longbug的可以舉手嗎 好像蠻多人用了 好沒關係 我們就稍微簡單講一下 反正它就是一個簡單的註解語法 然後去取代一些 我們實際上不是那麼 跟我們業務邏輯沒有關係 但我們又不能沒有它的一個 簡單的樣板程式碼 然後透過它呢 我們就不用再去寫那些Gator Set 然後可以讓我們更專注於 業務邏輯相關的程式碼 那主要就是 最常用的話就是在 資料載體的時候 我們常常要複值或是取值的這部分 那最常用的註解差不多有這一些 那我自己的第一名是懶人包Data 然後過來就是建構子相關的註解 還有這個Inlog的那部分 然後因為Data其實就是懶人包 它已經有涵蓋很多東西了 先講一下Gator Set Gator Set呢它註解顧名思義 它就是幫我產生Gator Set的方法 就是取值跟負值 那透過先看一下這邊的那個範例 它Name這邊我就沒有特別去做一個 Access Level 去把它做封裝性的一個設置 那如果沒有做封裝性設置 它預設的話 它就是Public 然後GetName跟PublicStateName 然後如果我這個員工編號的話 我有在SET跟Gator 去特別去設置一個 我的封裝性的話 譬如說我SET是一個Protetic 它出來的SET Employee Number的話 它就是Protetic的 那我如果是那個SS Level是None的話 它Delong Book的效果呢 就是直接不會有這個方式出現 那這個Delong Book呢 是IDE它那邊會有一個按鍵給我選 就是我如果現在我程式碼 那個電腦程式碼IDE長這樣子的話 我按了那個Delong Book 它就會幫我出現說 我沒有使用Long Book的效果 它是會長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TotString 就是主要是用在 我們在用System Outprint的時候 或是在Inlog的時候 它會幫我們生成 就是比較好看到 我們就可以直接一來無遺的 看我們裡面的職長怎樣 那它裡面它有一個 那個Include的用法 跟Exclude的用法 Include呢 你可以特別去指定說 它你要顯示的名字是怎麼樣子 顯示的屬性的那個中文 或是你要給它變成奇怪的東西都可以 那如果你不給它 不進行特別預設的話 像是這個email 它這邊就是一個直接 它預設的方式就會長這樣 啊你看我這邊有一個Include 然後它Name給它有一個姓名 它就出來會長姓名這樣子 那這邊我有一個 Employee Number給它Exclude 就是說我In的時候 你不要幫我把它弄進去 那它就不會有那個 Employee Number的部分 接下來講一下建構子相關的 Annotation 那我建構子相關的Annotation 主要是用於取代 就是AutoWire屬性注入的部分 就變成自建構子注入 然後 建構子相關的Annotation有三個 一個是No 沒有參數的 一個是所有參數都有 然後另外一個是Request參數的 然後顧名思義 NoRequest No參數的 不是 NoArgument參數的話 它就是沒有傳入的參數 然後 原本Java就會幫你有的一個建構子 那你如果是這個所有參數的話 如果你有這個的話就要注意說 那你有了這個 那Java它就不會自己幫你生成一個 無限的參數值 所以你如果有了這個的話 要記得再加這個 像是這個Request argument的建構子的話 它就是會生成特殊屬性的參數的建構子 那什麼叫特殊屬性 它就是你長量 你final 然後但是你沒有給它出實話 是你NoNo屬性的話 它都會是一個 它都會幫你產建構子 那你如果沒有任何特殊屬性的話 它就是會幫你生成無參數建構子 像這邊的話 我這邊有個NoNo 但是我給它出實話 它就不會在我Require argument參數的建構子裡面 然後這個是我最常用的懶人包 那我們只要在Java裡面寫這樣子四行的程式碼 它就會自己有這樣子的效果 非常方便 它就是有toStream 然後你比對物件的那個function 還有get set然後建構子 那我們比對物件的function呢 它預設是不比對副類別 就是像如果我這邊有個副類別是user 然後子類別是student 但我如果沒有特別去跟它講說 我要call super的話 它預設是不會去比對副類別的東西 所以我如果這裡有兩個student 一個may 一個mary 然後他們的 譬如說他們的緊急聯絡人的電話一樣 可能他們是兄弟之類 但他媽媽同一個的話 這個可能就會一樣 但它的名字不一樣的話 我這樣子 直接用兩個data這樣出來的結果會是true 所以我就要特別注意說 我要給它一個call super 它才會告訴我 他們兩個是不一樣的student 然後這個builder呢 是用流式的方式去複製 像我們如果沒有用builder的話 它就是這樣 你有幾行屬性 有幾個屬性 你就要寫幾行set 然後像如果用builder 建構者模式的話 就可以這樣 很流的 長的給它寫完 然後我自己就做功課的時候有特別 覺得這比較酷 就是它這個singular 它就是單數的is 然後它就是可以透過這個去簡化集合的複製 你如果沒有用這個singular的話 你要這樣子先直接 你在複製的時候就要塞一個array給它 塞一個list給它 那你如果是用這個singular的話 你就可以用一個一個塞元素的方式給它 看起來會比較有變通性一點 那比較特別的是 要注意這邊的命名是複數命名 然後你在set的時候是單數命名 像你如果是譬如說grace 那個草地的那個英文的話 它最後是s結尾 但是你這邊的命名就要是es 就是給它graces 然後它這邊你在複製的時候就是grace 比如說grace 覺得類grace一般的草 這樣子 那你如果是fish的話 這邊又是 我是從這邊這個 這個網址上面看到 它如果是fish 因為它就是單複製都是同一個名詞 那你如果這邊是fish 你在這邊又叫fish 它就會認不出來 那你就要在這邊 在這邊括號 後面就要在括號寫說 譬如說onefish 然後你在這邊點的時候 就是點onefish 點onefish 鯛魚之類的 然後這個就是inlog 然後剛剛就是講完了比較常用的註解 然後要講一下lombok的原理 就它主要是我們在編譯的過程中 它會去處理我們的註解 那編譯的時候它第一步 它其實會把我們程式碼做一個tokenize 就是我們程式有點像是說 我們在閱讀一個不知道 看不懂的英文文章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去把英文做個拆解 比如說 Amy go to school today 什麼之類的 我們就可能把Amy today 然後school這樣拆開來 然後程式碼 它也會這樣子做一個這樣子的動作 那只要它知道說 你這句話到底要講什麼 它就組成一個抽象語法術 然後在組成抽象語法術之後 它會再透過JSR269 這是一個提案 就是大家有想要覺得 Java哪裡不好的 也可以去進行這個提案 反正它這個提案 就是在講我們註解 就是在一個處理我們註解的部分 像是Lombok還有Mapstrad 他們都有用到這個提案 就是我們也可以利用這個提案 去撰寫我們自己的註解 然後去實作說 它在編譯的時候 應該要幫我們怎麼樣實作這件事情 然後它就是 像我剛剛講的 程式碼會先組成一個tokenize 然後抽象語法術之後 再去進行處理註解的部分 就是在反過去看說 我們data的annotation 然後它應該要怎麼樣實作 gator的實作應該要怎麼樣 然後最後才產生我們Java的bicode 這樣子 然後我們Longbook的優缺點 按使用疑慮 缺點的部分 就是比較多人會覺得 他比較盲用一點 像我自己一開始也不知道要幹嘛 不知道他要幹嘛 人家就跟我講說 人家跟我講說在dependency 你就加入幾行 然後再寫個小老鼠data 那你就可以不用做很多事 我就馬上用很多小老鼠data 然後其實這裡面是很多 gator set to string hashcode什麼的 我都不知道 我就反正用就對了 這樣子 然後它其實還有一個缺點是說 引部外部依賴 其實你不用這個外部依賴 就是你不用特別去 譬如說我自己是用intellect 我會去market 再裝一個Longbook的一個插件 你如果不裝插件 它其實也可以work 但就會有這個的問題 它就會是在裡面是紅字的樣子 就譬如說我要set name 那我set name那邊就會是紅字 那你就沒辦法說 我就點那個 有時候要找說哪裡有用這個usage的時候 我就會點command 然後再點一下那個set name 然後它就會跑到我真的name那邊 但你如果沒有用這個額外的套件的話 它就會是紅字 你就沒辦法找到 所以才會有這個影響可讀性的問題 但其實它剛剛封裝性的話 就是我們在 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出來的東西都是public 但其實剛剛也有看到 我們可以透過access level的private 或是protected去改變我們的封裝性 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覺得它的優點是說 它你就不用看比較 因為像現在其實 ID generator 你就可以一鍵就產出 get set 其實也非常方便 那我們還需要long book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其實 比起我們在寫code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間是在看code 那一大堆get set 其實你有時候也不知道 你自己要找什麼 然後也可以提發開發效率這樣子 然後要講一下long book的 就是Josh Loong 他那時候就是註解說 look ma no long book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用record 然後record是Java14 就有第一次提出來的一個關鍵字 然後在Java16之後正式啟用 就是可以透過現在這邊這個方法 他就是Java原生語法堂 就是他可以取代像旁邊這個long book 但是你要注意這邊 data的話這邊是final final 然後這邊value的話 他就是不用final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不可變的物件 他不會有set給你 他就只有getter這樣子 然後他getter的話 像是record他這邊getter 你要getter的話 你要getter name的話 他是要點name 那我們一般用data 那個long book的話 是getter name 這是有點小小不一樣 然後toStream的話 一個是印中括號 一個是印小括號這樣子 這邊的建構值是他 他原本預設的 因為他沒有set 所以你唯一要給他值的方式 就是在建構值 一開始就把東西塞給他 那他原本 Jack他預設的建構值 就是這邊標準的建構值 就是你不用 你不寫東西 他也會幫你塞的一個建構值 但可以注意的話是 他 你可以自己複寫 自己複寫他幫你升騰的建構值 像這邊 自己複寫的狀況比較常是因為說 我要進行一個驗證的動作的時候 像我這邊要跟他講說 我這個學生的編號 學生編號應該要是8碼的時候 我就如果你不是8碼 就幫我丟出錯誤這樣子 這是自己複寫生成的標準建構值 那你如果 他有在幫你包裝起來 他就有一個叫做 compact constructor 精簡建構值的部分 你就不用再寫這個傳入參數 跟最後面複寫的部分 你只要寫說 他如果就是 你如果不符合他的規定的時候 你要長怎樣 或是有一些其他的業務處理的部分 然後 也可以自己定義其他的建構值 像是我這邊有兩個屬性 但我這邊只有一個 但是你如果要這樣寫的話 你第一行一定要叫其他的建構值 像是他 因為他已經預設 會幫我有產了兩個 兩個參數的建構值 所以我一開始就一定要寫一個這個 而且是一定要在這個建構值的第一行 那這個IDE也可以幫你產 避免你打手打錯 然後呢 record呢 他不能繼承別人 然後他也不能被繼承 不能繼承別人 是因為他已經隱性繼承record了 所以你如果要繼承別人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講說 喔不行喔 他不能被繼承 是因為他已經原本就是預設是FINAL FINAL這個修飾值了 那你如果要加FINAL的話 他就會跟你講說 喔我已經有FINAL了 你不用再加FINAL這樣子 好 我報告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